大家好,我是港珠 今次想和大家看一看 一个都几多香港人会考虑 移民英国定居的地方的一些背景资料 讲的就是 Sheffield 这个地方 Sheffield 就是在 South Yorkshire Sheffield 有什么特点呢? 其实在2020年 英国的泰晕时报 就选出了 North and North East 的最佳居住地点 这个地方就叫做 Randwall 就是在 Sheffield 里面的 由此可见其实 其实 Sheffield 这个地方似乎都不是太差 一个 Region 里面最佳居住地点 都是在 Sheffield 里面的 讲起 Sheffield 很多人会想起的 就是它以前有个名字叫做钢铁之城 因为这个地方有很长的一个 练钢相关工业的一些历史 另外一个特别之处就是 其实它以前是出了很多 Calories 的 就是一些餐具的 这个地方都挺特别的 不过近年随着大战之后 各种各样的新兴行业开始出现的时候 其实它慢慢就是由工业城市转型的 现在已经不是单单是一个降铁城市 甚至在 2021 年 它就被认定是英国的 Most Sustainable City 即是说一个最可持续的城市 大家可以想到 由一个我们讲的是工业的一个地方 竟然变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地方 变化非常之大 最主要就是因为它们有很广阔的 Open Spaces 另外有很多绿化地带 还有它们用很多可再生能源的 一个可持续的城市 值得大家留意下 先讲讲这里的人口 在 2020 年它们的人口估算 大约就是 589,200 人 其实这个数目不算很多 如果根据香港 2021 年人口普查的数字 港岛东区大约就是 529,000 人 而元朗区就是有 668,000 人 大家可以一个参考 就是一个概念 其实 Sheffield 的人口就是介乎于东区和元朗之间 当然这个人口数目 面积当然就很大 大很多 Sheffield 在这里的人口里面 如果我们讲回逐月来计算 白人是都占比较多的 83.7% 亚洲人是占8.8% 不算是非常多 但是也不是说少得很紧要的 如果对这件事有关注的朋友可以留意下 接着讲讲很多朋友想找移居地点 怎会关心的就是住屋 我就是想去英国的 Land Registry 就是填土厅 找回 Sheffield 这个地方楼宇的成交价 即是实际上成交了的价钱的平均值 看看 亦都会比较整个 South Yorkshire 另外就是英格兰 和整个英国的数字 如果我们不分物业类型 即所有不同类型的物业都计算下去 在2022年1月 就是Sheffield 平均楼宇的成交价 即是接近20万磅的 这个数字是比South Yorkshire高一点点的 但是就低于英格兰 和全英国的平均值的 如果我们看独立屋的 同期 Sheffield 的成交价就是357,000磅左右的 而英格兰和全英国分别是45,000多和43,000多磅 可以看到 就是Sheffield 平均成交价 都是低于整个英格兰和英国的数字 而至于半独立屋的情况都是类似 平均售价是218,000磅 都是低于英格兰和英国的数字 而牌屋,Terrace Houses,17万磅左右 一样都是低于英格兰和整个英国的平均售价 而最后分层单位的情况都是一样 平均价是126,000磅左右 也是比英格兰和全英国的平均数字低的 从这些数字大家可以有个概念 就是如果你想找这些地方 它的楼价不是那么高的 比较可负担的话 其实Sheffield 这个地方是值得考虑的 而至于租金方面也能反映到 在这里一个两房的单位 它的平均租金是905磅左右 也是低于1000磅 不算是非常高的数字 如果对于居住成本有考虑的 比较关心的朋友 其实是可以考虑这个地方的 再讲讲另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 就是治安 这里我引用了一个数字就是一个贵乏指标 这个就是在英格兰每几年会做一次 最近一次就是2019年会做的 这个指标就是统计了不同的 英格兰三百多个行政区 它们的一些主要的一些 比较严重的罪案的数字 然后就统计了分数出来就做个排名的 排名越高就表示那个地方 治安情况比较差了 而Sheffield 在三百多个行政区里面 就排第六十一的 可以看到就是它不算是治安最好的那堆 但也不算最差的 因为它都排第六十一 就不是说头十、头二十名、头三十名 如果你比较英国的一些主要的大城市 Sheffield 是比很多大城市的账率都是低一点的 例如说它会比Bristol、Leicester、Liverpool、Breadford 这些地方都相对上是安全一点的 当然就稍微会落后于一些其他大城市 例如Bermingham 这样的 不过其实这个数字是跟整个Sheffield去看的 事实上一个这么大的棍里面 当然会有一些好点的地方 有一些差点的地方 我们再引用回这个桂乏指标里面 最按这个领域的数字 如果用地图形式显示出来 零射是叫做最治安最差的 就要深色一点去显示 而治安好一点的就用浅色一点去显示 你又会发现其实治安的问题比较严重 是集中于Sheffield的东面的 也就是说经济活动比较频繁 人口比较密集一点的地方 这样都很正常 如果大家是想住Sheffield这个地方 就想找一些可能治安相对上很少的地方 就可以考虑西面了 另外有个网站就整理了Sheffield里面不同的社区 他们的罪案的罪案率 就排列了由最差到最好的 这里我整理了头20个治安比较差的地区 就放在一个画面里的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就可以看画面上显示 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避开这些社区的 这里买卖广告先 如果你未订阅我这个YouTube频道 请你按订阅那个键 按旁边的小铃铛 日后有新影片你会收到通知 这里我会分享更多有关于移民的资讯 英国的生活分享和英国新闻 如果你说你不一定可以看到影片的话 其实也不要紧要 因为我最近开通了我的Podcast 我节目的声音版都可以在上面找到 如果你用任何手机主要的平台都可以找到我节目的 欢迎大家订阅留言分享和赞好 接着讲下去我们讲讲教育这方面 今次我想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用Offstead这个机构去做一个评级的 这个机构其实它们会去英格兰不同的学校做一些inspections 然后就会做一个评级去看看学校的表现是怎样的 如果以最好属于outstanding为之一分 其次就是good就是两分 跟着就是request improvement就是三分 而最低的inadequate就是四分 这样去计算 如果综合了sheffield所有的state primary schools 他们的平均的评级就是1.95的 这个数字是略为小过2 也就是略为比good好的 这个就是这里所有的一些公立的小学的平均表现 如果在全英格兰 我们分回151个地区去看 其实它是排第87的 可以说是一个中游位置都不算太差的 同样放在中学那里 它的平均offsted的评级就是2.05 略略是低过2分少少 但也不是太差的 它的排名在150个地区里面排第97的 也不算太差的 都是属于中游位置的 不过要留意就是offsted 其实它们看的不单是学术成绩 例如说学校的管理如何 这些都会考虑 所以如果你是比较关注 学生本身的学术成绩的话 就可以看其他数字了 例如说小学 我们可以看key stage 2 即是小学毕业的时候 其实它们的学术成绩表现 如果达到expected level 即是说我达到期望的水平 其实是有61.35% 在所有的公立画面去看 在152个地区里面 是排第123的 稍为偏后一点点 而至于属于high level 即是说是超出了那个期望水平 是更加高 即是表现标青一点的小朋友 是占8.48% 在152个地区里面 是排第108 属于中段后一点点 也不算非常差的 去到GCSE 如果说八科的分数 平均来说就是45.12 所有的公立画面去看 排名在151个地区里面 排第103 至于它们同样GCSE 但是说progress 8 这个分数就是反映它进步程度 就是0.04 排名在151个地区里面 排第56 不是太差的 这个数字反映什么呢 就是说它们看回那些小朋友 是由他们小学毕业的时候 去到他们考GCSE的时候 进步的幅度 而且不是说他们自己的进步幅度 而看他们进步幅度 相比于整个英格兰的平均值 是多还是少的 这里就是正数来的 正0.04 也就是说在Sherfield 这个地方的小朋友 他们的进步幅度 是高过英格兰的平均小朋友 进步幅度少少的 也就是说这里的小朋友 其实他的表现都不是太差的 去到A Level 最好的三科的平均分 就是30.96 你看到其实在150个地方里面 排第95都是属于中游位置 以上这些全部数值 也就是公立学校里面的一些分数 不算一些Independent School 这些 刚才看了很多数字 当然这个是全棍的平均值 但其实不同的地方 都有不同的学校 是好或者不好的 如果以这里的小学为例 就是全部166间小学里面 Outstanding的学校是占27间 而Good是占115间 其实你看到这两个数值加起来 即Outstanding和Good 其实加起来都是不少的 数目都是 绝大多数这里的小学 都是属于Outstanding或者Good的 而Request Improvement 只是有15间 而Inadequate是没有的 可以看到这里的小学 其实都不差的 如果大家家里有小朋友 是读小学的 而有意移居来Sherfield 这个地方可以考虑一下 找一找一些家附近 会不会比较多Outstanding 或者Good的学校 而至于中学这里有49间 也都一样是Good 和Outstanding 占的数目是比较多的 Outstanding有7间 Good有18间 加起来 已经是占一半的 可以看到这个中学 其实水平都不差的 而至于我们所谓 16至18岁的范围 也就是说 小朋友过了GCSE之后 有些他们会考A Level 另外有些不再读中学校 Level 而去读一些 College 这些归来于16至18岁的学校 总有31间 而当中有6间是Outstanding 而有13间是Good 接近三分之二 都是属于Outstanding和Good 从这些数字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Sherfield 这个地方 Outstanding加上Good 的学校的比例都不少 所以整体来说 这些学校都不太差 以上就是整个Sherfield 的一些看法 其实我自己都在我Patreon 这个平台上面 是整理了英国一些 比较热门的移民定居地点 他们学校的资料 整理成一个试算表 里面可以看到 除了Offset的评级 即每一家学校评级之外 还可以看到这些学校 其实他们的成绩 那个平均数 例如说 他们学校的一些小学 小学到Key Stage 2 的水平 另外就是有中学 例如GCSE 或A Level 那个成绩 可以看到每家学校的数字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就可以上去我Patreon 那里看看 另外如果你有用到Facebook 也欢迎上去我Facebook 的专页那里看看 我也会分享一些 英国生活的点滴 英国新闻 以及一些移民资讯 再讲下去 想讲讲交通 这个话题 Sherfield 这个地方 其实交通都蛮发达的 由这里如果你坐火车去Manchester 都蛮快的 平均来讲 是1.08分钟 就可以去到 最快的甚至可以 50分钟已经去到 而每日都有几十班班次 如果你去另一个 邻近的大城市 就是Birmingham ,相对上 车程稍微要久一点点 平均时间是1.33分钟 不过最快的车 1.03分钟都可以去到 全日大约有28班的班次 如果 Sherfield 去到Lise 这个地方 是讲的 Travel Time 就是1.04分钟 不过最快的班次 39分钟就可以去到 每日是有很多班的 有119班的列车 都可以去到 如果坐火车 去这些附近 几个不同的城市 其实都很方便 至于你想说 开车的话 由Sherfield 去到Manchester 大概是1.5分钟左右 如果去Birmingham 只要不久一点点 1.05分钟左右 即是接近2.05分钟左右 即是接近2.05分钟左右 如果你想去Lise 是说的是55分钟 即是接近1.05分钟左右 即是接近1.05分钟左右 如果你是住Sherfield 而你有需要去附近的城市 你会看到 这里交通都很方便 这是Sherfield 其中一个卖点来的 最后我想说说就业这方面 这里其实它的失业率 其实就不算非常高 如果说2020年10月至2021年9月 比较大的范围 都是属于疫情lockdown期间 这里的失业率就是5.5分钟 数字稍为比全英国的数字高些 但是都是5.5% 其实都不算非常严重 而至于就业他们的职业的职位类型 这里应该会将它分了9个不同的职位类别 而且可以分成四大组 第一组主要是一些管理阶层和一些专业人士 当中原来Sherfield 都很多人做这些比较 我们可能叫做管理层或者专业人士 有50.8% 这个比例是高于全英国的数字 而至于第二个组别 就是一些行政方面 或者是一些skill trace 说的是16.5% 而至于第三类型 属于一些customer service sales caring 这些叫服务性行业类 其实就有15.3%的人 是在这些职位做的 而最后就是一些基础的职位 或者是一些操作机械类型 在Sherfield 这里就有17.4%的人 是做这些职位的 总结这些数字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里的人做管理层 和专业人士是比较高的 可以说 知识营的就业人士 相对上比例比较高一点 最后就看看这里的收入 如果以我们说的 是属于全职的就业的人来说 2021年每周的收入 平均来说是达到590磅左右 这个数字略为是比全英国低一点 不过就高于Yorkshire 希望以上这些基本的背景资料 是给大家一个初步的了解 Sherfield 这个地方究竟是怎样的 会不会觉得 看完之后 可能都合自己 就可以进一步了解多些 然后才去决定是否住在那裡 始终大家去做移民 选择定居的地方 都需要考虑很多东西 希望这些基本资料 给大家一个初步概念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了 多谢你收听和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